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掀开《诗善业道经》第八页 道述第四项 最后三个字看齐 三 得不坏信顺本业故 那么这是说 这个立念石所得的第三种殊胜的果报 本业是指我们在这个世间 从事的一种行业 这个意思是说 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你都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 与随身 当然你的事业就一帆风顺了 你的事业决定会成功 这个我们现在人所谓的人缘好 你能够得到十多人来协助你 成就你的事业 得到很多善友来帮忙 这是一种 真正的因 是在立念石 是在不忘语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不忘语的殊胜功德 确确实实是不可遂 那么就因果道理上来说 我们能够不破坏别人 所以自己无论经营什么样的事业 也不会招别人来破坏 这是古报 如果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 不忘语 不念石 不悟口 我们在事业上还招受别人 基督破坏 而物严相向 这个事情不是没有 有的 那是什么原因呢 过去生中做的不善 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绝对不是我这一生所修的没有感应 那你这个怀疑你就错了 佛家常讲 因果同三世 我们这一生的造作 所受的一切果报 也因情世中的 情世修的不善 这一世修的虽然很善 还不能够灭 我报 但是我们心里明白 来生这种悟远 我报就不会有了 所以这一生当中 接受佛菩萨的教诲 一定要随顺佛陀 一定要有信心 决定不怀疑 以往没有遇到佛法 做错事情太多了 这是肯定的 如果我们积极修善 断卧修善 真的像辽凡居寺 那么样的认真 那么样的努力 过去生中的不善果报 也能改善 这个就是佛家讲的 勇猛精进 如果不是勇猛精进 这个定义很难转 不容易转 我们这一生所修集的 来生得报 所以不能不勇猛精进 那么勇猛精进 我们这一生得的是花报 古报比这一生所受的花报 更要殊胜 第四中 得破坏发行 俗修兼顾骨骨 这个发行 是将我们修行 这就是将学佛 你学佛了 也不会被人破坏 这个事情 我们见得很多 有一些 这在佛法里面 修得很好的 也学了很多年了 遇到一位知识 劝到他 还有发门 比你这个更殊胜的 这一圈 他心动摇了 血气了 跟别人学去了 这就是破坏他的发行 这个是物有啊 在现在这个社会很多啊 正如《楞严经》里面所说的 这个末法时期 就是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学斯说法如恒和尚 有不少同修来跟我说 他的同餐道友们 以前都念无量寿经 都念阿弥陀佛 修了很多年 不错了 现在跟别人走了 不相信无量寿经了 也不念阿弥陀佛了 来跟我说 他忧愁的不得了 我说我比忧愁了 过有因缘 要懂这个道理 过人有过人的 业因业远 佛都耐活不得 我们有什么能力呢 我们劝导他 尽到做朋友的责任 他信不信 是他的事情 我们不能干涉 干涉呢 就把自己的道性 扰乱了 那么这个人 虽然跟别人走了 谁去了 进东发门呢 说不定再过几年 他又回来了 很难讲的 我们自己修得很好 这是个榜样嘛 过几年比较比较 他就说你说的不错 我不如你 他就很可能回来了 这个时候 用言语劝他 是起不了什么效果的 决定要以真正的行持 长时间的去感化 这才能起作用 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那我们想想 当然这个应与缘 都是面试 挑拨 挑拨的人 有两类 一个是有意的 有意破坏他的 一种是无意的 无意的也很多 他自己本身不认识 他修了邪法 他劝他的一些朋友们 都跟他一样 去信邪法 把邪法当正法 把正法看作邪法 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倡的 无量寿金的会计本 一直到现在 反对的声音很多 李宾南老巨师得到这个本子 当年 在这个台中 开讲的时候 是 好像是1950年 对于民国39年 都是50年 1950年 那个时候 就有人批评 不过 那个时代的人 心地还比较诚厚 批评 还不是直接 这是人家的德行 讲得很含蓄 现在人 没有这种含蓄的 这个情绪了 没有了 严厉的职责 受这个影响的人 有 随同学来问我 那怎么办呢 我说随他去 过有音乐 这是什么呢 自己认识不清 道性不禁锢 才会受 这个念识 经历 动摇了 发行 所以佛法 佛常常在 经典里头教导 要升级义取 你对于 经教的义体 了解得越深 越广 你的信心 才坚定 越行坚固 终不动摇 这个会计本 正如下老居思 往生之前 所说的 这个会计本会 传遍全世界 世界上人 名言的人很多嘛 有智慧的人 也不少啊 九种本子 摆在面前 他自己可以选择 九种本子 多好 无论用哪一个本子 只要老老实实去修行 都能够往生进土 都能够见阿弥陀佛 九个本子 到底哪个好 哪个不好呢 没有标准 标准在自己 这几个本子 你看 哪个本子 你看得很顺 看得很长通 意思很明显 这个本子 对我就奇迹 奇迹 就得理了 注意要想的 讲经说法是给你介绍 是语言 能不能成就是你的功夫 功夫是什么呢 功夫是幸运行 幸什么 不是幸这个金本 幸阿弥陀佛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金本 他内容介绍的 都是叫你幸阿弥陀佛 幸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就没错了 所以只要建立信心 具足 幸运行 这三个条件 行 决定要依 大师之菩萨 教导我们的纲领 都摄六根 尽念想起 都摄六根里面 决定 约约满满 包含了 十三业道 为什么呢 如果你要造十卧业 你决定 没有办法 收摄六根 果然收摄六根 这个人 决定是纯善知 一善行 善行 念佛才得 往生净土 我们通常讲 发菩提心 这都是泛泛而言 怎么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要哪些条件 华言经上 讲得很清楚 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 前面三位善知识 就是代表 佛发生三宝 吉祥云比丘 代表佛报 所以教念佛发本 海云比丘 这代表二柱菩萨 至地柱 代表发宝 那就给你讲 发菩提心 那里都说得详细 我们 我们多了之后 才知道 哦 原来菩萨 发菩提心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要真干嘛 妙筑必修 代表第三柱菩萨 代表僧宝 修行住 怎样修六多万恨 华言 虽然讲了 许许多多法门 但是直归 净土 所以普贤菩萨 是我们娑婆世界 尽忠出处啊 在华言会上 设大愿望 倒归极乐 那么我们自己 要得不坏发型 俗修兼顾 绝定不能够 妄于粮食 这个毛病不能改掉 菩提道上 就不可能一番风水 你的逆境 华言 总是不容易摆脱 这些灶难 从哪里来的 一定要晓得 是自己过去今生 所造的 如果你要是怨天诱人 你是罪上又加罪 堕落受苦 还是自己 没有人代替 不懂佛法的人 往往受到灾难 自己心不平安 总是觉得别人陷害他 总是觉得别人对不起他 社会对不起他 甚至是老天也对不起他 佛菩萨对不起他 这个造业就重了 这个事不解如来所说意 真正通达佛教会的一区 我们就觉悟了 事处事乏 不理应够 因决定是自己造的 佛没有办法给你 佛要是能给我们 我们就不要修行了 佛大慈大悲 那让我们都成佛了 这是办不到的 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不修不得 佛的慈悲 只是把道理给我们说清楚 修学的方法提供给我们 他是个过来人 把他修学的精英 提供给我们做参考 我们能相信 顺着他这个道路去走 我们决定有成就 佛对我们的加持 只是如此而已 这个诸位要懂得 就像我们做学生听老师 老师对我们的加持 教导我们 路一定要自己走 你在学校念书 老师教你 那作业要自己做 那不能说老师带你做作业 哪有这种道理呢 老师带你做作业 你能成就吗 作业一定要自己做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修行 修什么呢 把错误的行为修正 我们前面念过的 这个沙僧 偷盗 学行 妄于 念学 这是错误的行为 把这些错误的行为 修正 永远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行 不妄于 不念学 这也就是叫修行 所以诸位 修行两个字定义 一定要认识清楚 不是说 我每天读经是修行 我每天拜佛是修行 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是杀到淫妄 那有什么用途 拜佛也没有处 做再多的好事都没用处 这种例子 很多很多 我们在古人 笔记小说里的 看到很多 有一些人在一生当中 造了很多罪孽 发了大财 但是这个发财呢 都是昧着良心 欺骗别人 赚得来的 到晚年呢 也知道后悔啊 也知道错了 天天拜佛 修桥补路 尽做好事 最后还是得卧报 什么原因呢 这个一也转不过来 转不过的时候 实在讲 做得不得力 欺骗别人 赚了十万 拿个两万 来做好事 来说不复复杀 这有什么用处 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 都是对于教理欠通 他所行的不利了 如果真的通达 真的勇猛精进 也不能转 哪又不能转 阿赛世王造无 你失望 临终忏悔 还能够上平终身 你由此可知 勇猛精进是真能转 转不过来的 不是勇猛精进 是想转 但是贪嗔痴 没有完全方向 以为做一点好事 就可以弥补了 你做了十分物 你才做两分扇 转不过来 做了十分物 必须有十二分的扇 那可能转过来 这些道理 四十 经典上有 古人避记 传记里头有 如果你自己 冷静的来观察呢 在我们周边环境 我们认识朋友当中 有啊 活生生的 就在我们面前 我们能看到 才知道 事处事进 一应古报 是真理 是定律 不但使 六道凡夫 不能改变 三成圣人 祝佛如来 也不能改变 应古 所以世尊 对于一切众生的教诲 十善业道是 头一堂苦 我们从这个经 入门 也在这一部经上 得大圆满 实际上 都做到了 都做得非常 清净圆满 你就成佛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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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